思婷 大家好,我是思婷 我现在在德国的阿亨工业大学就读生意工程的硕士班 好,那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奖学金分享会 那首先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组织Taira 就Taira其实是一个跨国的一个学术的分享平台 那除了可以串联在世界各地的就是在学术界的这些年轻的台湾人之外 我们也会办很多一些学术的交流会 不管是公开的或是在会员之间的私底下的一些学术分享都常常发生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协助还没有出国读书的一些学生们申请国外的学校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大家彼此保持联系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会员其实从在出国前的大学生们一直到已经在学术界很多年的教授们其实都有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辅导大家申请学校或是在学术的方面做更多的交流等等 Taira其实已经成立了七年了我们目前有八百多个会员 然后我们每个月也都会有一些演讲 然后都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样子 然后近期的话有这边这两个演讲 如果有兴趣的人这边可以荧幕截图一下 然后可以或是到我们Taira的网站上看 可以准时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呢最后是想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Taira里面有一个这个mentor mentee的program 就是希望在海外的一些博士山或是校友可以来协助一些年轻的学者们 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样申请学校的啊 然后申请文件是怎么样写的 或是有什么面试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Taira的网页上看到 好然后这边也欢迎大家追踪一下我们Taira的各大 社交媒体的这些平台对 好然后这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拿起手机 扫一下这个QR Code就可以加入我们Taira成为Taira的一份子 嗯那这个这个我们在Taira的网站上当然也都找得到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 我们今天的邀请到四位Fulbright的受讲生 分别是在Maryland读Social Work的孟璇 我们先请孟璇跟大家嗨 我一声嗨 大家好我是孟璇 嗯 嗯好那接下来是在Caltech读Social and Decision Neuroscience的乙装 嗨大家好谢谢大家的邀请 嗯好下一位是在Stanford读Bioengineering的季容 哈喽大家 好那最后一位是在Iowa读Veterian Microbiology的书文 哈喽大家好感谢邀请 嗯然后最后我们有邀请到在Fulbright 台湾基金会的担任Education USA顾问的Tracy 我们也请Tracy跟大家说一声嗨 大家好我是Tracy很高兴今天在线上跟大家见面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 所以接下来的活动是我们会请Tracy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Fulbright的奖学金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登入Slide 那这是我们这次使用的这个Slide序号在这边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就不方便大家开麦克风直接问 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请大家都打在Slide上 我们最后会一起同意回复这样子 好那这边就把主持放交给Tracy 好的谢谢上的介绍 首先非常感谢Project Tyra组织今天的会议 感谢四位分享者我们的得奖人来 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我也代表Fulbright台湾 欢迎各位同学今天来到这场活动 非常高兴在线上见到大家 那Fulbright奖学金是一个很特别的奖学金 所以我想要先稍微简单讲一下Fulbright的历史 Fulbright是一位美国的参议员 那他在二战战后的时候 然后决定推动一个法案 让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在各个国家 把这些物资变卖成为现金 那这些钱呢就拿来资助给同学 跟学人到美国作为交流 跟美国的人到各地去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奖助金 所以Fulbright呢他这个本身的历史 是有一个推广世界和平 以及希望有更多的Cultural Academic Exchange 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那我们的Mission呢就是 有一个Slogan叫做 A Little More Knowledge A Little Less Conflict 就更多的一些对彼此了解的信息跟知识 就是让我们世界上可以有更多的和平 然后更少的冲突 好下一页谢谢 好所以这位就是刚刚讲到的Fulbright参议员 这个我们很帅的一位参议员 那为什么要选择Fulbright奖学金呢 就像各位同学在想要选择学校一样 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 他更多更好的价值 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很丰富的Network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Network呢 它是一个很广大的人际网络 包括我们的Alumni 包括Department of State 就是美国国务院这边的资源 那每一年我们送超过4000位的国际学生 透过Fulbright奖学金前往美国 然后超过850位的国际学者 透过Fulbright奖学金到美国 所以每一年呢 你有机会 就是跟这4000多个学生以及学者 建立这样子特殊的关系 你们是同一年出发的学人 那除此之外 Fulbright在国际上的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是非常强的 我们超过77年的历史 然后有160个国家的合租的奖助 所以不像是其他的奖学金 可能他更地域性的 或者是国家性的奖学金 Fulbright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特别 是有一个世界性的认可的奖学金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各位同学在思考 你要申请怎么样的奖学金 申请怎么样的学校的时候 什么样的Network 你会进入到一个 什么样的人际网络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点 好 下一页 谢谢 那今天呢 在座可能很多同学是想要申请硕士博士的 那但是其实Fulbright有非常多的奖学金 就像刚刚Project Hira的介绍是 他们是从申请一直到毕业以后的好伙伴 那Fulbright的Program呢 是从大学一直到你的终身 Lifelong Learner 其实是你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资助 我们最就是最开始的奖学金 从大学一毕业 不管是一年的交流计划 或者是你要去念硕士博士的学位 甚至是你在台湾读博士 你可以到美国做你的博士论文的收集计划 到你成为了学者 或者是你已经工作了作为一个professional 都有各种不同的奖助学金 那我简单的先讲两个 我觉得跟各位同学两三个可能比较有相关的 PowerPoint还在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上 然后比较相关的奖学金 可能就是前面的三个 第一个是FLTA 这个是去美国的华语助教 那这个的限制是 就是你只要是大学毕业 所以你大三就可以开始准备申请 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出发去美国 当华语助教九个月 那所有的时速机票 全部都是由国务院提供奖助的 那你可以到美国这样一年当华语助教也可以修课 那华语助教 我们也不需要你有任何先前的华语教程的经验 只要求你有语言交换或者是当语言家教 任何语言都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鼓励交流 然后分享的一个program 那它是一个non-degree的奖学金 那如果你考虑的是要去读一个硕士或博士的degree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第二个graduate study 也就是我们今天几位学人他们拿的奖学金 是去读master或者是phd的degree 那这个呢 我们每年是在八月一号的截止日期 每年是有九位 目前明明是会有九位的名额 那第三个呢 是doctoral dissertation 是如果你在台湾现在是读博士班 你想要去美国做一年的 关于你博士论文的收集的计划的话 你可以申请这个program 那后面几个program 是包括scholar 你以后回来台湾成为学者了 或者是你有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任何领域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申请我们的scholar and professional 这个计划 那后面我们还有MOC 就是ministry of culture 跟文化部的合作计划 还有国MOSA台湾集团的计划 是针对幕后工作人员 以及在老人治疗 跟早期治疗方面 这些的study的话 你也可以申请 所以其实Folbright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program 可以给大家参考 好下一页谢谢 那Folbright的奖助金到底有什么样包含的好处呢 当然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奖助金的部分 那根据不同的奖助金 会有不同的这个stipend的金额 那也会根据你所去的地区 每个地区的生活费的水准不一样 会有所调整 那最高呢就是学生的部分是每个月有4300块的stipend 然后scholar是每个月有3200块美金的stipend 然后呢学生的部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学生的部分呢 除了会有monthly stipend之外 我们还会给Visa 我们是JVisa的sponsorship 然后还会提供保险 还会有提供Placement Service Placement Service的意思就是会帮助你申请学校 等一下我会仔细的来讲是什么意思 那还会有funding negotiation 如果你是要念硕士跟博士的话 我们还会帮助你去跟学校谈tuition的部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提供的奖助金是monthly stipend 是每个月的生活费的补助 那但是就是学费的部分 我们同样会去帮你做一个negotiation 然后在FLTA华语助教的部分呢 我们还会提供housing 还会提供你机票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program 那scholar的部分呢 除了奖助金 我们也会给Visa insurance的sponsorship 然后有一些professional 还会有机票 好下一页谢谢 对那所以我们也常常收到各位同学的问题 就在于不同的奖助金 然后不同的这个criteria上面 第一个我们最常最常收到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奖助金是怎么选的 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premium 很好很很不错的奖学金 但是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否qualify 我是否有机会选上呢 那作为其实这个国务院提供的奖学金 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我们筛选的规则跟方法 是非常公开的 如果各位到Folbright Taiwan的奖助学金的页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我们针对每一个奖助学金 都有一个selection report 都有一个奖助学金的征选报告 在这个征选报告里面 详细的列出了当年申请的人数 当年这个评审的看的标准是什么 那所以每一个奖项呢 他看的标准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FLTA这个去当华语助教的这个奖助学金 这个他更看重的是 就是你是否愿意与人去分享台湾的文化 你是否可以做一个文化的大使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交流性的一个program 但如果你是想要申请硕博士学位的这个奖助学金 那更多的就会看你的academic performance 还有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你在essay里面怎么表达你的story 就是整个holistic的review 所以这些我们都把这个奖助就是各种的criteria 都已经放到这个征选报告里面了 我把征选报告也贴给大家 哦 谢谢孟玄分享的这个这个奖助 奖助的这个页面 对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这个奖助金的网页 然后征选报告里面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奖项 我们的要求的内容会是什么 好 然后第二个也讲一下就是acceptance rate 到底有多难申请 录取率有多高 这同学都非常关心的 那其实讲出来大家可能会吓一条 所以大家可以在征选报告里面 其实直接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去年度 这个选的硕士博士奖助学金 我们去年度是十位名额 那十位名额里面呢 总共有四十一位同学开了账号 开了申请的账号 但是只有二十一位同学完成了application 那从这二十一位同学里面 我们选出了十位奖助学人 所以大家算一下大家数学很好 算一下这个录取率其实是超乎想象的高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self selection的process 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同学听到这个奖数学金就觉得 听起来太好了 所以应该很难 所以首先呢 就自我筛选掉了很多人 就不来申请了 连账号都不开 网页你看 然后呢第二步是 有一部分的同学觉得 好我开了账号了 但是呢 在写的过程当中觉得 这个好像提交的资料有点麻烦 或是就懒得写 所以就在所有开账号的人 只有一半的人完成了这样的申请 然后最后又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 通过了这个审查的过程 interview之后拿到了奖助学金 所以其实是 way easier than 很多同学想象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 努力的去把这个application做完 那当然每年呢 我们这个奖助的名额 其实也是会有可能会变动的 比如说今年的给硕博士的奖助 学金的名额是9位 但是我们也会有超额 就是不足额或者是超额录取的情况 就depending on 那一年申请资料的qualification 是否是 评审们觉得是很符合 Folbright的这个资格要求的 那FLTA呢 每一年有40位左右的名额 送同学出去做一年的交流 那这40位的名额里面呢 去年我们是收到了91个application 有打开application 然后最后也是差不多 多一点一半 就55位的同学完成了application 然后40位同学拿到了这个奖助金 所以你其实如果仔细去看 这个selection report 你就会发现 哇 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很多 那不管这个acceptance rate高或低 我觉得另外一个同学可以思考 就是说你做这个申请的价值 给你自己带来的收获会是什么 首先因为比如说你要申请做博士奖学金 我们的deadline是在8月1号就截止了 很早 为什么那么早就截止 因为我们要帮你申请学校 帮你申请学校 所以美国的大学大家知道 如果研究所的话 一般deadline是在12月或1月的左右 那我们从8月份就截止 那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做application 去做negotiation等等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在8月1号以前 就把你的application材料 做了一个有系统的整理 把材料都准备好了 然后还免费的得到了这个full break 给你面试的这样子的一次的宝贵的练习 那不管最后结果怎样 其实你在后面申请的时候 会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因为你已经提前准备了 有这样子的extra practice 第二个呢 我也想分享的就是很多同学 会问到这个申请学校的过程 到底是什么 就刚刚提到说 会帮同学申请学校 那我们申请学校的过程呢 会跟一个国务院所指派的合作机构 叫IE 这个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在这个IE的机构呢 会帮助同学来做application的这个动作 如果你获取讲学金的话 那这个IE呢 它会分 因为它有很多的advisor 然后它会分不同的领域 会针对你要申请的这个领域 来指派advisor给你 那IE这边会帮忙申请的学校 学校的数量是五所学校 那在五所学校之外呢 你自己要申请多少所学校 都是OK的 那IE会在你进入这个 Fullbright奖学金的名单之后呢 会来跟你做联系 会针对你的整体的package 来做一个学校的建议讨论 那你自己可以先有一个school list 然后给到IE 然后IE会针对你的这种状况 来给你的建议 那IE的这个Placement Advisor呢 它的选校其实是有一个综合性的考虑 因为IE长期跟学校 在跟每一个学校都有 IE Advisor 他们对每一个学校的 这个学校的发展方向 还有教授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会知道 哦有哪一个教授 可能明明要spatical 所以他不熟学生了 或者学校funding的发展情况 这些都是平常你在外面 网络是找不到的资讯 那IE因为他有这个 Inside Information 所以他在选校的时候 他会有几个不同的这个考量 包括这个学校 他有不够的人力 来指导你这个学生 符合你的学术发展兴趣 是否有合适的教授 可以带你做 这后面的研究跟论文 还有那个学校 在这个领域上的发展 是跟你未来的学术研究规划 是符合的 这个是也是IE Advisor 他因为每个学校里面 都有他们的Campus Advisor 所以对这个情况 会比较了解 另外第三点呢就是 这个学校的这个科系 是不是可以给学生 提供比较好的financial package 因为IE他用他的数据库 他了解每个学校的财务状况 跟每年奖助学金的提供状况 所以IE会根据这个学校 比较愿意提供的 Cult Sharing Package 来帮我们同学 做一个比较好的配对 所以有时候可以发现 就是说 IE的这个建议 可能跟同学想象中的状况 会不太一样 因为IE会考虑 理想上的兴趣 实物上的发展 现实中的情况 所以当这个 提供的名单 跟台湾同学 我们自己想 提出的这个申请名单 不同的时候呢 就是各位同学 要做一个综合性的考量 因为大部分我们 台湾的同学 可能更在意的是 以排名为申请的主轴 那对于实际的这个 学术兴趣 跟每个学校的实际情况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更综合的考验 那也有同学会提到说 就是说 我IE申请的学校 跟自己申请的学校 有什么区别呢 IE申请的学校 它除了会提供 你这些 Inside Information之外 IE这边还会出一个 Cover Letter 就是一个推荐信 那这个推荐信呢 是以国务院 Fulbright计划的名义 去推荐 以学校的角度 来告诉学校说 你针对你们学校的 这样子的发展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需要收 我们这位学生 所以不是以 我们一般想象的 推荐性说 说这个学生有多好 就是以 比如说教授 或者是你的 其他Advisor的角度来说 而是以学校的高度 来告诉学校说 为什么你应该 要收这个学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Cover Letter 第三点呢 就是说 IE它自己 就是它 他们平常合作的学校 虽然表面上 跟你自己申请的一样 然后走同样的申请平台 但是后面有 其实很多的沟通过程 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因为这是 IE跟学校内部的作业 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 跟同学非常细的来说明 有时候可能 可能会在申请过程中 同学也会比较焦虑 因为就是 都是要透过IE 来做这五所学校的申请 其他学校 你自己申请的 当然就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大家对IE 对我们要有足够的信任感 也是像比如说 如果你们有机会加入 Project Terra的 Mentor Mentee Program的话 其实Mentor也是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经验 他有很多自己走过来的一些 心路历程 他所以建议大家 就是在跟Mentor合作的时候 跟IE Advisor合作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 一个程度的信任感 这样子才能让你们的 共通事半功倍 好 然后Application Material的部分 文组跟李组的 这个申请的资料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实现 这几年开放了 博士生 硕士生 所有领域的同学 都可以申请 所以欢迎大家都 都可以多多的参考 在Application的部分 就是同学常常问到说 那我这个奖学今天很好 那做完以后 我有什么义务要 要注意的吗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要求是 你要做一个online journal 就是你分享 你的research 你的reflection 你在这个奖助学经 就是在美国求学的 这个过程 有什么学习 有什么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 交给一个online journal 给我们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们很期待 各位同学可以做到的 就是social contribution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世界和平愿景的 奖学经 所以我们在包括 application的material里面 很希望看到的就是 各位同学可以提出 你要做的这个领域的研究 或者是你要做的这个交流计划 你期待会对 你在美国的经验 你可以在美国的时候 怎么样对台湾的社会 做出交流 做出贡献 那你学成回国之后 你又可以在你的领域怎么样 发光发热 让这个奖学金是有 social contribution的元素的 那最后一点呢 在application的部分 就是有一个两年条款 那这两年条款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学成之后 或者是交流计划结束之后 想要留在美国工作 或者想要在美国申请移民签证 比如说你就是嫁娶了美国人的话 那你在办理工作签证或移民签证之前 需要回到台湾住满两年 才能去做working 或immigrant的visa application 如果你是要继续读书 比如说你做了FLTA的这个交流计划 然后你要接下来念硕士博士 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继续学生签证的身份的话 那你就没有两年条款的限制 或者你毕业之后 你决定要去别的国家工作 去欧洲 去其他亚洲国家工作 你也没有所谓 你必须要回到台湾做两年条款 只有你需要申请美国的工作签证 或移民签证的时候 才有这样子的要求 ok 好 下一页谢谢 好 那这个呢 是Education USA 每个礼拜会举办的线上讲座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的参加 那跟各位同学 非常相关的可能就是 在7月份第一场 我们会请到我们的Program Manager Educ 也再次来分享 关于Fulbright奖学金 要注意的申请的一些问题 跟事项 然后我把这个讲座的报名 大家可以扫QR Code 也可以直接用这个Link 报告发在聊天室里面 好 下一页谢谢 好 最后呢 就是各位同学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跟我们联络 不管是打电话 写Email给我们都可以 那也非常推荐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的网站上面 有非常详细的资讯 那也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把你有兴趣的讲座金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详细的 讲座金的资料的说明发给你 然后包括今天的PPT 如果今天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在那个问卷上提供 那也欢迎大家Follow 我们的IG还有脸书 有Education USA TW 或者是Fulbright Taiwan 这两个脸书跟IG都是 我们会每天发送不同的讯息给大家 好 大概我的分享就在这里 然后我后面也会留下来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谢谢 好 那谢谢Tracy详细的介绍 那对于申请的流程 如果有问题的观众 也可以趁现在 把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写在slido上面 那接下来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部分 为Fulbright的经验分享 那可能要麻烦凯商 帮我开一下 萤幕控制的部分 好 有咯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个 哦 有有有了 好 谢谢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先停一段时间 如果有需要 嗯 入那个聊天室代码的同学们 可以赶快加入 好 那接下来呢 为Fulbright的经验分享的部分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阶段来进行介绍 那首先呢 是要如何申请Fulbright奖学金 那今天有四位的讲者 我们将会请这些 这几位讲者呢 来分享一下 他们当时申请的时候的经验 那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呢 是如何着收准备 Fulbright奖学金的内容 以及当初是要怎么样 找寻资源来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申请的呢 好 那这一题的部分 希望可以请梦玄 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 我当初会知道Fulbright这个奖学金 是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位老师 他也是Fulbright scholar 所以他拿了Fulbright的 就是给教 提供给教授的奖学金去 就是出国做研究 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介绍这个奖学金 那最后他也就是帮我写 申请Fulbright的推荐信 这样子 那像刚刚就是Tracy有提到说 其实申请Fulbright有一个好处是 可以提早去准备你的研究问题 或是你的这些文件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申请Fulbright有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所有的压力 不会集中到最后在申请季的时候 才会全部集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主持人Sean有提到 我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说 申请到Fulbright的资源是 我们就是当时我参加了Project Tyra 每年都会举办的Mentor Mentee的Program 那当时我就很幸运的配对到一个 也是拿Fulbright奖学金出国读书的Mentor 那当时就是在申请文件的修改等等的 也是有获得他很多的帮助 所以也是这边趁机打个小小的广告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Tyra 后续会开始出的那个资讯 这样子 好 谢谢 孟璇还有要继续分享的吗 申请小学金 这一题大概是 OK好 那其实当初我在申请海外研究所的时候 也是有收到Mentor Mentee Program的协助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稍微 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 好 那其实在申请奖学金的当下 或许有些人会疑惑说 申请这个奖学金以及研究所的申请 到底在准备的内容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这题也麻烦孟璇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因为申请这个Fulbright奖学金 刚刚确实有提到 就是要特别针对Fulbright奖学金的宗旨 就是促进文化的交流 然后如何就是到美国学习之后 可以把有用的资讯可以带回来台湾做贡献 所以那时候我在写的部分 会特别主要针对Fulbright奖学金的这个宗旨 以及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去结合我的研究主题 因为我研究主题是儿童保护 那其实社工的制度有很多是跟美国学习 所以那时候我就用这个key去把我的研究主题 跟Fulbright的宗旨连在一起 那这就是一个方式可以让我的主题 就是可能更符合Fulbright的种子 那后续再用这个文件为基础 那就是针对各个学校 就是后续就是Fulbright 而IAE帮我们申请学校的时候 每个学校都会有不同的文件的要求 那我就可以依据这一份奖学金申请的基础 然后再去修改针对不同学校的要求 再去删减或是增加一些段落这样子 所以最主要的差异是就是target的对象不一样 对这样子 好那谢谢孟璇的分享 下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在申请过程当中最让人费劲心思的了 那想要请舒文帮我们分享一下 在申请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所撰写的内容 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比较符合这个奖学金想要传达的主轴呢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研究领域 然后跟Fulbright这个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精神做连结 那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我的背景是手仪那我后来是做比较偏向是人畜共同传染病的研究 那刚好我在申请那几年就是刚好是pandemic的时候 那我就是强调了说 那我如果我今天学了这个关键是zognosis的知识 那我可以可以促进哪方面 可能双边的一些研究上的交流 或者是反国之后可以对可能国内的一些同样是 一些人畜共同传染病研究的贡献 这是我比较着重的地方 那另外在做研究申请文件的部分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因为我其实原本是大学是念受益系 然后来念了一个雅临床的科别的研究所 那之所以会想要再念到博班的原因就是 我去交代了为什么我会想要从做临床到做雅临床 后来走向了研究 那我这一部分的心路历程 其实他们会比较好奇 你为什么已经念一个研究所 你还会想要再念下一个 就是想要再念博班去 对我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些强调 好那谢谢书文的分享 那Tracy在这个部分有想要额外补充的吗 还是说我们可以进到下一题没有关系 没关系我们听讲者分享 好的 好那就我所知 不管是在民间或者是官方的机构 其实都有提供不错的流媒奖学金 那想要请问一下季荣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Folbright的奖学金 而非其他的呢 我那时候还有在考虑一些教育部的 像是百大奖学金 然后最后发现说Folbright的公布的时间 其实蛮早的 他大概9月10月就会公布 那申请的时候大概是 学校申请的截止 大部分是在11 12月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 在写申请文件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把说 你已经有得到奖学金写上去 我觉得还算是还不错 那可能其他奖学金的话 就是比较会是在11 12月 再更之后才会得到结果 那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本身没有美国的 国外的研究经验 所以我觉得就是Folbright的名字 其实在国外的知名度还算蛮高的 所以多多少少 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到 我的申请文件 好 那谢谢季荣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探讨 如果获得了奖学金之后 在申请学校上面 是要如何有advisor讨论 那沟通以及选出自己的理想志愿 那我想最近得奖的三位奖者 都有深刻的印象 那可不可以先请季荣 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在获奖之后 与IE advisor讨论的过程呢 就是他会跟你讨论一下那个文件要送出的 有没有需要修改 就是如果你的advisor 比较可能时间比较空的话 或者是他愿意让你有这个弹性的话 其实在获得奖学金之后 还可以就是稍微做修改 那可是不见得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不一定你在写的文件 就会是交到学校那边的最终版 那对差不多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麻烦乙庄 帮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验 乙庄有听到吗 哦 sorry我刚忘了开麦克风 呃就是呃 因为那个Fullprite有限制 就是申请学校的减数 所以我就是除了上线之外 额外自己又申请了时间 然后这部分的话 就是你会需要跟advisor一直互相沟通 然后他们其实也蛮忙碌的 所以如果像刚刚季隆讲到的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改的话 我自己是呃 所有的文件都有跟动过 不过这比较像是特例 因为他们其实工作蛮繁忙的 那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 对那些学校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知道他们需要哪些文件之后 修改一次 然后就交给他们这样子 就是简单他们的负担 他们可能会也比较愿意帮忙 我们做这些修正 那所以然后另外的话 我也很推荐 就是大家额外自己在申请 就是毕竟名额有限 然后呃如果你非常 通常申领到长远金 当然是能马上这一点出去 比较好 那我后来收到的几间学校 就是多数是我自己申请上的 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 就是可以多投 如果就是经济状况允许的话 嗯那是我个人的经验这样子 好谢谢以中的分享 那最后一个 来麻烦舒文分享一下 当初的讨论过程 那我的情况比较特别 因为我其实在确定申请到Fulbright之前 我就已经联络到我 最想要跟的这位PI 也就是我现在的PI 那当初其实我第一次联络他的时候 他是跟我说 嗯只要他目前是没有 嗯分定在多收一位博士生 但只要他有分定他就会联络我 那后来我确定申请到Fulbright之后 我就快点写信给他讲 然后他就说哦那就OK 那我们就再来再来讨论就是你 嗯再来学费要的部分 要怎么跟学校处理这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申请Fulbright 一个呃特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真正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无论这位这位PI 他目前手头上是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再多养一位研究生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 我并没有在投就是IAE 规定这五间以外的学校了 那其实我还是有去联络其他学校 就是一样就是一样把我 其他学校的学校一样就是送 申请文件过去 那其实更动的部分并不多 只是有一些学校他会可能 多要求一些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diversity essay之类的 那除此之外 如果比如说如果你可能写信 到A学校的这位PI 那他可能没有回信 或他太忙了 那IAE这边可能也会透过 对他的那个department的方式 来帮你们和可能适合的PI 然后再安排面谈或是面试 好那谢谢书文的分享 那其实这一支 听完书文的故事之后就觉得 其实还蛮为他感到开心的 就是毕竟可以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学校 然后喜欢的PI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最后的阶段呢 希望可以请四位讲者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在申请完奖学金之后 那希望申请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以及这个 福拜奖学金为受奖生们带来的人生蛻变 那首先希望可以请季荣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边要分享可能跟就是比较是整体申请过后 希望我当初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是不包含就是只有福拜而已 就是主要是套词的部分 我自己是当初是没有套词 然后申请完的经验是觉得 因为申请的时候有不同的录取制度 有一些是committee based的 一群人决定你要不要进来 不然就是是PI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进来的 那我觉得committee based的program 他就比较不需要套词 因为你套了可能 老师各单一个老师也没有太大的决定权 但如果是PI单独可以决定你进不进来 那我觉得在申请完 或是在投出去了 或是投之前都可以去记记看老师 记您心仪的老师 然后看看他会不会注意到你 那这样之后在他们可能在选学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机会会被注意到 那这就是我觉得我如果重来一次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会改进的部分 那谢谢季荣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请舒文来分享一下 那我的部分主要是我在 虽然我就是原本有一间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PI 我是很想到它的实验室 但是在我另外四间头的里面 我有意外录取了一间就是 算是 传统认知上比较有名的学校 那所以其实当初我就是有一点 稍微小小的考虑了可能一天两天左右 就是我到底该去到一个 民生比较好的学校 但是它的可能在我这个领域排名 并没有这么厉害 或者是我要到我真的想去的地方 那这部分我是觉得 如果在申请前就可以 真正确定自己的 真正确定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必要在你录取了之后才在那边 就是很 就是不管怎样选 都觉得自己有一小遗憾 我就是觉得有一个比较可惜 就是我觉得可以 如果申请前我可以先知道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请姨庄帮我们 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 嗯 我这边是分享一些 好像不是我自己希望生以前知道的事情 比较像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应该前面就是Tracy也讲的 应该都有提到说 就是Fullbar我觉得最重要 对大家的人生会有最大影响的 应该就是 它有两年的反国义务 那这个反国义务就是 你可以到其他国家去 但是你一定要回台湾满两年 你才可以申请在美国继续生活 或是工作 然后 因为Fullbar后续 我觉得Fullbar是一个非常 促进Networking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在这边一年就是有很多 大大小小workshop 那有一个比较主要的workshop 会遇到很多来自各国的Fullbar 那 就会跟大家聊很多 大家的人生规划 那 其实大家也都清楚这个义务 但是 可能我自己的经验 是我遇到很多人 并不是真的非常想要 马上回母国 就是很多人是想要留在美国的 那很多可能就是会想办法 想要留下来 那我觉得 嗯 就是 这可能要 就是申请这奖学金 也可以就是 边申请边思考 但是最后决定要不要收 这个奖学金之前 我就是希望大家 要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的人生规划 因为 虽然Fullbar有 据我所知 应该是可以留 一到两年的 Academic Training 就是跟OPT 比较类似 但是它就限制 你只能跟 你的Academic 有相关的 让你继续留下来 可能就是当博后这样子 那如果是说你 其实想要留在美国 走业界的话 那这个反国义务 对你来说 你就是没有办法 马上顺利的衔接 就是等于说 不能在美国博班的时候 马上就是实习完 马上进公司 你可能就是得先回台湾 那就是 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想要反国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义务就是 也没有什么扣分 然后但是 我遇见这边很多人 就是当然就是人生的规划 也可能随着你 就读的情况也会改变 那就是希望大家 要把这件事想清楚 因为就是 据之前的经验来说 好像几乎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义务wave 掉 所以希望大家 先好好思考 然后另外就是 Networking真的很棒 就是会遇见很多不一样的人 然后不管是文族 理族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上 发光发热 然后可以了解到 就是大家各自领域擅长 然后有这么多的研究在进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好 那谢谢义务丰富的 很丰富的经验分享 那最后一位呢 请孟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自己在 获得福拜奖学金之后 有获得 有获得到了什么 孟璇有开麦吗 听得到吗 有 好 那就是 其实我想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来之后才意外得知 就是Folbright的 就是 也不是意外得知 就是后来 其实参加了很多 Folbright办的活动 包含 刚刚怡庄讲的 那个workshop 那 就是认识了 来自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那包含一开始 还没到美国之前 参加了Orientation 那时候也是认识 就是刚好 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当地 我在马里兰读书的 Folbrighter 那 其实 我觉得在local 有一群 同样都是Folbright的人 然后可以互相支持 在学术的路上 我觉得是 很有帮助的 那这些照片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去年的时候去波士顿 参加的这个 Enrichment Seminar 那就是可以看到说 就是认识 就是那个活动 有来自 70个国家 好几 100多位的Folbrighter 那我觉得 对于研究的主题上面 或是了解到 大家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推进自己的研究 以及 怎么互相沟通 合作 我觉得蛮有帮助的 在这场活动 它也有一个group project 然后就是你们在 这几天的 Seminar之间你们要提 有一个提案 那就是 合作去把这个提案 做成一个presentation 来募资 就是不是真的募资 但是就是一个活动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就是像这种 团体的活动 然后可以 跟不同领域 然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经验 那我们那时候也去了一些 机构参访等等的 那这些也都是由Folbright提供的 机会跟就是经费上的帮助 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蛮推荐 大家可以来申请 因为Folbright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社群 那当可以遇到不同 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那可以一起交流 有同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 就会感觉特别亲切一点 甚至我可能去其他周晚的时候 也会可能借住在Folbright的家里 或是他们来玩的时候 也可以来我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经验 就跟大家分享 好 那谢谢孟璇最后精彩的分享 其实听完之后 连主持人都非常的心动了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感谢讲者今天的精彩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会议slido上面 问题的排名开始请讲者 来帮我们回答问题 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请观众投票自己有兴趣的题目 那我们再稍待个两分钟 艾翔可以帮忙秀一下那个slido上面的问题吗 好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题来开始好了 那知道知道答案的讲者们就可以直接开麦跟大家分享 好那第一题的问题是 申请硕博士讲助学经济化是否需要三封推荐信呢 那如果需要的话 推荐人的身份会被限制为大学教授吗 那这题我来回答好了 好 对都是需要三封推荐信 那推荐人的身份并没有限制为谁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学术研究的话 那大学教授的这个推荐信的分量可能就是比较relevant 因为你要做的是研究 那大学教授对你的研究的能力 研究兴趣跟方向也有比较多的认识 所以如果你是要走PhD的学术研究的话 那大学教授的这个信就会比较重要 那如果你是硕士班的话 那而且是比较就业导向的硕士班的话 那也许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你可能是比如说在internship的老板 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推荐人 就depends on你是要申请什么样的program 大概这样 好 那谢谢Tracy的回复 那下一题呢 是想请问两年条款 适用于继续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吗 两年条款如果你是继续学生的身份的话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工作方面的签证的话 就depends on你这个签证会是什么 如果你是继续学生身份的F签证的话 是可以继续就没有两年条款的问题 好 那下一题的问题是 想问该奖学金 我可以 不好意思 哦好 我想顺便 就是可能 我觉得大家可能想问是 因为我自己的博士后 是不是算是工作 算是可以用学生钱 还是工作钱 可能大家想问是 就是如果待两年 因为据我所知好像academic training 是有限制 我忘记是一年还是两年 就是我好奇大家是不是想问这件事情 我帮忙补充好了 我是博后 所以博后有J1跟H1B签证 那以刚刚Tracy的分享 H1B 势必是一定不行的 那J1本身它也是有 我记得好像是五年是CAP 对不对 所以你本身Education USA 你本身Fulbright奖学金已经拿到了 然后PhD几年 其实你根本也没剩多少时间 可以延续你的J1 所以原则上 应该是不太可能才对 你势必要回台湾再服务两年 才能再出来 及时做补事后研究员 我听到的经验是好像academic training 可以多留 但是好像要马上衔接 就是你中间博后都不能断掉 就比如说你好像 好像我听到的是有人说两年 那这两年如果你有换学校 就一年换一间的话 它中间是完全日期必须紧密连接 所以它也会有相当程度的 比较麻烦的地方手续要做 对所以 其实我也这方面不是很确定 可能Tracy可以 但以前的来说J1最多就是五年 这是一定确定的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博士 就已经念了四年或五年 你要怎么再延续J1这件事情 我就比较不清楚了 嗯 我其实是博士生 然后我有跟我的那个 呃 advice 呃现在的 i-e的advisor有讨论过 但我没有到非常确定这个题的答案 但是我是知道呃博士呃结束后的话 呃我不确定这领域的关系 是不是因为Standley 我的那个 academic training 可以呆最多三年 那五年的话是 说是五年结束后 可以换成F1的签证 但也可以用 J1去延续下去 但就是那个sponsor的人 可能就要转移到 呃你在的那个学校 就是学校变成你的sponsor 但我不确定的是F 转到F1之后 这个两年条款会怎么样 那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可以转到F的话 就没有两年条款的问题 就是你只要是继续学生身份 就OK 好的 那接下来下面的一个问题是 请问该奖学金会跟政府 教育部工费有冲突吗 是否会有只能择一 领取的问题呢 对只能选一个 呃就是因为 呃Folbright 就学术教育基金会 这边的董事成员 其实是台每个一半 那台籍这一方的话 是教育部也是其中的 董事会成员之一 那所以呃教育部那边的规定 就不是Folbright这边的规定 教育部的规定是呃 公费留考跟Folbright奖学金 只能择一使用 我想Folbright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Folbright的奖学金 是给两年 那呃我记得好像是不能够 两年同时拿Folbright跟公费 但如果说Folbright已经结束的话 那这样我们可以还可以申请 比如说留奖或是其他奖学金吗 可以的 谢谢 就不要同时 嗯 不好意思 哦 好 讲完了吗 好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奖学金部分 因为除了Folbright之外 学校 学校方面跟美国可能都会有奖学金 然后呃我自己的认知是 只要是奖学金 理论上你都只能选一个 那当然我在这边遇到很多就是走后门的人 就是他们会选择不跟学校申报 然后一次领多笔奖学金 那这就是你会需要承担奉献 就是不能被发现 那所以就是大家在身体奖学金可能就要斟酌 然后就是理论上我在这边看到美国的奖学金 应该也都是 除非是那种短期计划 不然都是不能同时领取的 对 然后就是你会需要跟学校做申报 那学校就会 确定你只拿一笔这样子 然后我也有听说就是 有些奖学金是 你拿到了之后学校会少付给你 因为他们就是要确保 就是等于说你不会 因为拿到奖学金的薪水变高 他们会确保就是所有学生都拿一样的薪水 那你如果有外部的补助 那他学校给你的就会变少 这样子 那所以才会有人说想要一次领多笔 让他自己薪水变高 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就不建议这样子做 所以会有风险这样 好那谢谢讲者们的分享 下一名下面一个题目呢 是请问在申请上Folbright之后呢 能换领域申请学校或研究所吗 例如说如果想要申请的时候 是往A领域研究 但是后来发现更想要往B领域研究 那是可以换的吗 这个我先讲一下 然后其他讲者也可以补充 看你自己的经验 基本上呢 所谓的换领域 就看你讲的是多广 比如说你都是在chemistry领域 但是你要从一个小分子到另外一个小分子 那这个就是你在asset里面可以去调整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申请的是chemistry 后来你要换到历史领域 就是这个跨度非常大的时候 那Folbright奖学金帮你申请的这五所学校 是不可以跨 只是跨这么大的领域去换的 但是你自己申请的学校 当然就没有这个限制 就Folbright帮你申请的这五个学校 是按照你当时你填表是哪一个领域 你就是从那个领域来申请 那你要申请五所学校是化学 然后再自己申请五所学校是历史 那就是你的决定 好的 谢谢Tracy 那有其他讲者也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先进到下面一题咯 好 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请问研究所的奖学金 GRE GMAT是需要的吗 这个我可以回答就是 我自己申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用到GRE的 那其实蛮多学校他都会写说 Optional 那也有学校是一定要 但我觉得是占少数 那比较多就是Optional跟绝对比较负 但我是两年 一年前两年前申请的 所以我不确定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但应该都是以阅部接受GRE是一个区域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有听说就是 好像GRE 那时候取消GRE 有些是因为COVID 所以我有听到有些学校想要恢复 所以就是 真的是你可能自己要做功课 看学校有没有需要复制的东西 对 尤其是作为国际学生来讲 就是有这种standardized test GRE GMAT 其实是很好可以帮助学校了解 你作为一个国际学生 你整体跟其他国家的学生在水平的比较的时候 是否有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程度上 所以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考GRE 或GMAN 当你考的不好 你可以选择不要提交给学校 那但你考的好的话 可能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加分 好的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如果已经有拿到其他的奖助学金 人可申请Fullbride吗 不过上面上面其实有问题 有有奖者回答说 其实只能择一择一领取 那有其他奖者想要针对这个问题回复吗 还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一题 我就讲一句就是 你可以都申请 就你可以所有奖学金都申请 但最后你要决定拿哪一个奖学金 你可以等到你已经拿到offer了 你再决定 等申请完需要你再决定 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申请 好的谢谢 那再来是下面这个问题是 请问研究所的奖学金 可以跟学校的奖学金一起申请吗 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就是除了拿Fullbride之外 还有拿美国 应该是拿美国研究所的 奖学金 我这边应该不是说是跟学校的奖学金一起申请 而是 IAE这边在跟 帮你跟学校negotiate的时候 学校帮你付的学费 有时候会用一些award的名义给 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那个并不是说会变成你每个月的 你每个月的income到你的户头里面 但其实就是 以学费的形式 付给学校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也是不用报税的 大概是这样 我自己的话是那个学校的 给一个博士生的stipend 是比 IAE给的再更多 但就是 所以是 IAE还是有付钱给我 但那学校的话就是把 就是付这个差额 所以总体的钱拿的是跟同一个系组的其他人是拿一样 只是就是 钱的来源有学校跟IAE 好的 那下面 可能要分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他的 其实我不太确定问题的研究所跟学校的意思是 什么是哪个是研究所 哪个是学校 那就是刚刚讲的像季荣也是 就是我的经验也是一样 就是IAE给的钱少于 学校应 就是我一个研究生应得的钱 所以 就是学校会补齐 IAE 给的差额 那那个可能 在我认知中就不叫奖学金 那就是他给你要给你的薪水 那奖学金的话 就是我刚刚有提 应该理论上奖学金 你一次就只能拿一个 那不管是学校罚给你奖学金 还是 IAE 或是甚至是其他 研究单位 或是赞助单位给你奖学金 理论上都只能拿一个 那但是学校会有他自己的管道 帮你把钱补齐 这样子 对那那个就 我的认知中就不会叫他奖学金 这样子 好的了解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询问一下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除了拿到负败奖学金之外 学校还会再用其他的方式来补足 给各位奖者的差额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应该说如果本身就拿着负败奖学金去申请这间学校的话 是否会比较容易上 比较容易入取那间学校呢 会跟其他可能没有拿负败奖学金的学生相比起来 我觉得这可能 我觉得对学校来说就是一定加分 因为他们会想花少一点的钱 但这也很看学校本身 因为像我现在在学校本身就 他的资金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在意 因为他本来就预期 我就是要聘你这个学生来 我就是要给这么多钱 那如果是公立学校他们很缺钱的话 那他就会变非常非常大价分项 那也就是负败的优势 就是在就是对于 比较需要外部之间的学校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减轻负担 这样子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拿负败奖学金 对学校来讲 他的开销可能就不用那么大 另外一个同学也可以 从学校的立场来想 如果你看到一个申请人 他已经拿到了 美国国务院认可的奖学金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candidate 是比较 比较qualified的一个candidate 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会是yes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从两方面的好处 就是学校可以少付一点钱 他又得到了一个别人的背书说 这个学生是很不错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下面议题 那请问针对帮忙申请 帮忙学生申请的五所学校 是否有包含申请费的减免呢 有 好 好 那再来 下面一提是 请问如果只申请一间学校 且已在美国也可以申请Fortbrite奖学金吗 因为原先申请PhD被降转 降转Master 因此今年会先入学 想争取明年在同间学校读PhD的机会 所以 人已经在美国 要放很多礼拜 就是 规定是你需要人在台湾 的一年 继续一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申请Fortbrite奖学金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已经在你留的平均数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申请教育部的留学奖学金 就是教育部的留学奖学金 是你已经在读的 你还是可以申请 好的了解 那 后续有些题目会是比较私人的题目 所以我可能就会把这些题目留到 后面和讲者一对一讨论的时候 再请各位观众们再一一向讲者们 互相询问 那所以我目前会选择一些比较 范围比较广的题目来开始 好 那下面的议题是 奖学金可以申请在同一间学校的 多个研究所吗 这题我自己有一点经验 我当初是投了我们这个学院的 原本是想申请这个学院的 分别两个program 那都是PhD的program 但我的 advisor最后建议我说 你还是确定自己想要哪一间 就是因为毕竟他还是 虽然在同个学院 但已经是属于不同领域了 他说你如果可以确定自己 真正想要申请哪一个领域 其实是比较好的 OK好的 那下面一题问题是 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不好意思 我不确定这个问题的那个阻止是什么 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 我记得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应该一间学校理论上 你只能投一个program 我遇到大部分学校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不只是奖学金 你可能在申请这一关 你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申请 一间学校的很多研究所 顶多是老师可能来联络你说 比如说你原本申请的是化学 那可能是这个老师同时共指导化工 那他就说 那我把你转到化工的program来 就是据我所知是这种情况 比较可能发生 但是你可能没有 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同时申请化学 跟化工这样子 对 好的 谢谢各位的分享 那下面一题题目是 请问帮忙申请学校的资格 是所有提交申请资料的学生都可以吗 还是要录取之后才会帮忙申请学校呢 这个是要有录取 复办奖学金的同学才会帮忙申请 但是就是说 如果是在还没有拿到奖学金之前 或者是你没有拿到奖学金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的资源就是 那个Project Hara的mentor mentee program 或者是Education USA的咨询服务 那可以请Tracy帮忙介绍一下那个咨询的服务吗 就是可能有些学生也是有需求的 Education USA这边的咨询服务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 educationusa.tw 我等一下贴网址给大家 那上面有一个预约咨询的地方 是可以跟我或者是美国在台协会 我们这边有两边的咨询中心 跟我们任何一个顾问来做咨询都可以 就各位同学如果比如说你们在选择program 或者在文书撰写 你写好的东西想要跟人讨论都可以联络我们 好的那谢谢Tracy提供这么有用的资源 再来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学校申请的没有要求GREGMAT需要减负吗 不过刚刚Tracy好像就有就有提到说 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这样子还是有需要补充的呢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觉得就是Tracy刚讲的很好 就是说就是如果有加分的话 当然是减负可以证明你的能力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 可以问一下周边朋友有没有做 因为我觉得Tracy蛮花费精力跟时间的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是 你比较晚才开始 比如说现在5月 然后今年11月12月要申请 那你可能就是你现在要准备的话 可能就是暑假前要弄好 那如果你又在工作 或是在准备其他论文啊或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你的成本时间成本要优先写好的 SOP 然后跟老师联络套词 还是用在GRE上面 这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的事情 就是对 要斟酌一下自己的时间表 这样子 好 那 再来找一到两个问题 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进入 嗯 的形式 好 那 有个问题是 奖学金的期限是什么时候 就是可能是 提供奖学金大概可以提供多久的意思 2年 2年 嗯 好 那 因为后续的问题都还比较 私人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到 breakout room的形式 那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然后还有观众们踊跃的参与 那我们会在聊天室会放上一个 问卷就是问卷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可以协助填写一下 然后可以请凯强回到那个powerpoint的部分吗 对 好 那很感谢今天的今天的五位讲者 都有提供自己的私人联络方式 如果接下来可能各位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联络我们的讲者们 那或者是可以和我们留下来 在后续的breakout room的形式 可以可以打开麦克风 那一一跟讲者询问一下自己 自己比较想要问的问题 好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如果有想要留下来的话 就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后面的breakout room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先下线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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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